第九百九十七集 那你就当我是欺骗好了 他摊摊手,笑了 我是骗了孟家人来达成我的目的 甚至我在城门口遇到孟老爷和孟夫人都在我的算计之内 但还是那句话 如果没有我,孟家的仇也无处可报 否则上一次孟家报官,城主大人就应该把这样给办了 何必拖到今日呢 可你这是要让我们灭国 任秋燕的眼睛都红了 国都没了,家如何能在 到那时,我算什么 我们罗安公主府算什么 宫里的桂太妃又算什么 我们这样的人 是不是也要随着胳膊的灭亡一起亡了 天子公主 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为我们留一条后路 任秋燕咄咄逼人 每一句话都针锋相对 要把白赫然给逼到死胡同里 孟书玉听了之后就不太乐意了 皱着眉道 表姐 为什么你们要跟着哥布的灭亡一起亡啊 我姐姐什么时候说过 你们要给哥布陪葬的话 还有 就算哥布不存在了 你们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以后不用再过提心吊胆的生活了 再也不用看国君的脸色 你应该感谢她 而不是跑来指责她 她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咱们好 为了哥布好 孟书玉 你给我闭嘴 任秋燕气得脸都清了 别一口一口姐叫得那么亲近 你是不是忘了 她根本不是你姐 你亲姐已经死了 还有 哥布不亡 我们也没有每天活得提心吊胆 我母亲是公主 我外祖母是贵太妃 我们又为何要看国君脸色 没有吗 孟书玉点点头 对 或许你们家是没有 但是我们家确实有的 你也知道 我亲姐死了 那我亲姐是怎么死的 这些日子你也应该弄清楚明白了吧 这事你怎么说 我 林秋燕欲设 孟书河是被国君杀死的 如果国泰民安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还有 你说不用提心吊胆 那为何一丈的胆子那么小 每次姨母说要进宫去看贵太妃 一丈都会劝她少进宫 少在国君面前出现 国君是你的舅舅啊 你凭良心说 这些年你见到你舅舅是不是谨慎再谨慎 你敢说你们是一家人吗 敢把她当成是自己的舅舅吗 还有那秦阳公子的事 淳于轩 乡中秦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算没有我现在这个姐姐 她也是要请国君为她和秦阳赐婚的 你能如何 还不是到望凤楼里面借酒消愁 你敢把秦阳抢回来吗 孟淑玉的呛白让任秋燕说不出话来 她想起淳于轩跑到罗安公主府上来教训她 警告她的话 想起自己面对心上人被抢走 没有一点办法 只能一个人去喝酒 孟淑玉说得没错 这些事情就算没有这位天赐公主 依然是要发生 她依然没有办法改变 还有 孟淑玉的话还没说完 你是罗安公主的女儿 是郡主 那你是不是也为百姓想想 那么多的百姓丢了儿子和丈夫 还有那么多的官眷的女儿 送到宫里面 死的死疯的疯 就算活下来的也是受尽了苦难 还有那些所谓的皇子公主 他们又犯了什么错 以至于生下来就要戴罪 你只想你自己 你有想过百姓吗 就算以后戈部不再是戈部了 你们家也不再是公主府了 贵太妃也不是太妃了 可是你敢说那样的生活 不会比现在更好 孟淑玉伸出手 直指向任秋燕 我告诉你任秋燕 我亲姐的死并不是终结 那只是一个开端 是国君陛下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一些人 她要开始报复了 报复的就是从前跟温兰郡主交好的一切人 我们孟家是 你们人家也是 包括宫里的贵太妃 她也一样逃不掉这个报复 因为你母亲和温兰郡主曾经是最好的姐妹 贵太妃也对温兰郡主十分的好 这些事情都在国君的脑子里面存着呢 早晚有一天她要报复回来 你们一个都逃不掉 任秋燕平地打了个哆嗦 昨天晚上母亲与她说了一夜的话 说到孟家新任的女儿的真实身份 说到东秦的天赐公主有多么的厉害 多么的深得人心 也说到从前那位远嫁的姨母 说到舒和的死就是国君的报复 还有许多许多年前 当她们都还是小孩子时 她与温兰郡主多么的要好 总会一起吃一起睡 贵太妃还只是妃 会给她们做好吃的 也会采好看的衣裳 姐妹两个的衣裳经常是一模一样的 前国君就会夸她们是宫里最好看的姐妹花 母亲说 这些事情淳云奥都看在眼里 也都会记在心里 舒和的死是淳云奥对孟家的报复 那么这个报复早晚有一天会轮到人家的 所以母亲不让她再计较秦阳公子的事 因为那样只会加快国君报复的脚步 把灾祸早一天带到人家来 母亲还让她尽量留在家中不要出门 一面像舒和一样遭遇横祸 可她今日还是出来了 还看到了白赫然 一时间因为秦阳而起的芥蒂又生腾起来 这才跑过来不管不顾地指责起白赫然 可是仔细想想 她有什么资格指责白赫然 就算没有白赫然的推波助澜 难道她就有本事把秦阳从淳云轩身边抢过来吗 不可能的 淳云轩是国君唯一的孩子 国君就算陪上了整个戈部 也会助她的亲生女儿达成心愿 而她不过是个不受待见的外甥女 甚至还因为她的母亲曾与温蓝郡主交好 而成为国君下一个要灭杀的目标 所以白赫然的出现不是害她 而是救了她 她为什么要来指责一个救她的人呢 这样的戈部还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对不起 任秋燕仰起头 吸了吸鼻子 还是没有控制住让眼泪掉了下来 白赫然笑了笑 抬手往她脸上擦了一把 你该庆幸 如今我的性子温和了许多 周深力气也收敛了不少 否则若是遇到从前的我 就冲着你方才那一通指责 我的手可能已经掐上了你的脖子 只要稍微一用力 就要把你的脖子给捏断了 这话是笑着说的 可是听到任秋燕的耳朵里却是一种警告 她想起昨夜母亲还告诉她一件事 是关于罗叶国那位大独一的 据说那独一随罗叶国君去东秦碎贡 独一挑衅天赐公主 要与之比独 结果被天赐公主轻飘飘毒死在宫宴当场 还把罗叶国君的爱妃给抢了回来 母亲说 天赐公主天不怕地不怕 那位鬼剑仇的石皇子都被她收拾得服服帖帖 所以白赫然现在说的这些话应该都是真的吧 可能也不是人家力气收敛了 人家只是看在孟淑玉的面子上不与她计较 而她方才那般行为无疑是在送死 任秋燕不再说话 退了两步 站得远了些 又去看广场上围着东秦太子的那些百姓 百姓们还沉浸在到底是要放弃胳膊 还是要死保胳膊的矛盾中 君木领这时又说话了 她问胳膊百姓 其实 你们有没有想过 换一位国君 有人打 想过 可是换谁呢 换上来的人又如何能保证做一位明君呢 还有 换了国君 割步也就还是割步 东秦还是不能像子民一样对待我们呢 君木领说 做蜀国也不错呀 只要还像老国君在位时那边 那么在你们遭遇危难时 东秦还是会伸出援手 不会让你们挨饿受动 人们已经被君木领之前对东秦的描述给洗了脑 但是我们也同样不会过上东秦百姓那样的生活 我们也想要庄稼地里多长些作物 我们也想要一家专门为穷人议诊的医馆 我们也想要劳病完 也想要天赐书院 我的母亲就是死于劳病 那是我一辈子的噩梦 一说起劳病 许多人都哭了 都是失去过患有劳病的亲人们 东秦尚且有劳病村 会把劳病病人集中起来 让他们因病而亡 不会残忍地直接灭杀 但是割部不同 割部国对劳病病人采取的手段 就是直接灭杀 哪怕人才刚刚得病 只要被知道了 都会由朝廷出面派人来直接灭杀 以防后患 多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 被处死在眼前 多少人弹劳色变 又有多少人在听说 东秦已经治出劳病丸 不再受劳病困扰时 对着东秦的方向 跪哭了三天三夜 他们做梦都希望 劳病丸能传到割部来 可惜那是东秦的宝 怎么可能没有代价地 传到其他国家 就是有代价 也是割部这种小国 付不起的代价 比如说 国灭 人们再次沉默 现场气氛越来越丧 多数人已经不对东秦 帮忙割部报任何希望 这时 君木领的话 却给他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他说 在割部选一位新国军 蜀国就还是蜀国 但蜀国也只能是蜀国 由东秦全面接受割部 那割部就不再是割部 等同灭国 不过 如果有这么一位国君 既是割部人 又是东秦人 既能保住割部还是割部 又能把你们所向往的东秦的一切 都带到割部来 你们 愿不愿意拥护他 这话一出口 所有人都愣了 人们下意识地问 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呢 角落里 双双抬起头 看到的是白赫然的背影 他忽然就相信 一会儿从东秦太子口中 说出来的那个人 一定会是这位姑娘 不 应该说是这位公主 这位东秦的天赐公主 割部温蓝郡主的亲生女儿 果然 君母林跳唇邪笑 说出了一个名字来 白赫然 白赫然 人们没有反应过来 白赫然是谁啊 君母林就告诉他们 是东秦的天赐公主 文国公府嫡女 劳病丸的创造者 温蓝郡主的亲生女儿 本太子的未婚妻 东秦 未来的皇后娘娘 众哗然 东秦太子的话 给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就是国君不一定非得是男子 国君还可以是女人 特别是这种 一半是东秦人 一半是割部人的女人 只要他当了国君 那割部的待遇 就可以跟东秦是一样的 特别是劳病丸 那本来就是人家创造出来的 他做了国君 自然是要给割部人用的 还有一枕的衣馆 那也是人家开在东秦的 将来一定也会开在割部 一件一件的好处被罗列出来 人们越来越觉得 这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又不用灭国 还可以过得跟东秦一样好 国君东秦和割部双单 东秦与割部的关系 就锁得更加紧密了 这简直太完美了 这简直就是他们 梦寐以求的生活呀 各位听友 我是主播明灵 这次我的角色是白家老太太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老身在此谢过了 请不吝点赞